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 在6月11日成功发射 三名航天员 聂海胜、张晓光、黄亚萍 开展为期15日的太空任务 首次围绕天宫一号进行飞行训练 今次是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应用性飞行 标志中国载人航天水平 卖上新的台阶 神舟十号的旅航天员黄亚萍 是我国首位太空授课的老师 在6月20日上午10点 透过全国电视直播 向中小学生授课 进行科普教育活动 澳门的中小学 都有组织学生在校内收看直播 而教青局组织了250多名中小学生 在晋青活动中心 收看首次太空授课的电视直播 太空授课的内容主要是令中小学生 了解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的特点 期间亦在太空上做了五个实验 来解答中小学生的提问 实验包括有质量的测量 单摆运动 陀螺运动 以及制作水膜和水球 在太空中的各种实验 学生都认为很有趣 除了大开眼界之余 亦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 比我们知道太空生活和这里生活不同 水球在无重或微重状态运动 我挺感兴趣 因为在地球有重力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有水球的现象 我觉得挺有趣 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水 因为水球当它喷了红色燕料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都知道原来水的表面张力 在太空是这么大 我觉得这次课程是非常新鲜 而且里面有很多关于地球上学不到的知识 例如失虫等 因为地球上是没可能现实到的 畢竟这次是我首次的太空科学科 我觉得未来它可以继续举班多些这些课程 因为学生不需要再困在科学里面 学一些理论性的知识 它是可以是一个实实在在在 在太空上的太空人 讲这次科学科 我觉得今天可以啟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而澳门物理器教育研究会 亦都派出灵鸿君老师 为学生现场讲解授课的内容 灵老师请同学一起体验 在有重力环境下饮水 踩单车做运动 以及吹泡泡会不会爆等的物理现象 对比在太空无重力状态下的物理反应 灵老师说 虽然太空授课的内容 涉及高中程度的物理科内容 但是这些太空实验 能够吸引任何年级的学生了解物理现象 有助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 使学生明白都不是最重要的 是使学生在明白的过程中 能够学习一些方式方法 思维方式 科学的探索方式 同意提高每个人的素质 因为香港本来的学生 应用物理去进行谋生的机会 是比较少的 但是在学物理过程中 那种思维方式 探索方式 研究方式 以及分析问题的那种能力 在学物理过程中 是得到充分的培养的 但是这些能力 这些知识 对于每个人都是不生受用的 这一堂有趣 勒志和特别的课 相信令到观看授课的学生 都终身难忘 通过天地对话 目睹了太空的神奇 希望亦能够借此 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的精神 最后才是入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